扁丹物语 拯救北极熊 阿扁戴狩猎帽 不是要猎北极熊 阿扁响应拯救北极熊 帽子上的北极熊多可爱 由于地球暖化 冰层融化 北极熊的栖息地消失 食物海豹变少 公熊甚至饿到追杀自己的小熊 美俄联手在华盛顿公约对抗加拿大 提案禁止加拿大人出口 北极熊的毛皮熊掌与熊牙 但此案却遭各国政府否决 科学证据显示本世纪中期 将有三分之二的北极熊消失 每年的2月27日是国际北极熊日 亚热带的台湾是不是他的家 可不可以强雄所难 免按政治迫害 平凡阿扁总统